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 欢迎收看我的任务生存第109集 我在这个果木林里又带来好久好久了 干什么呢 那还用问 当然是刷野果了 你看我都做了13个水果拼盘 我家里还有一些 看看还差多少 咦我可以直接看任务呀 看一下这里 哪泥 零 什么意思 我不是做了那么多吗 这里就有13个呀 居然是我0个 哎呀这是74个人了 我把家里的合在一起 一共都有55个了 我再看一下 哎 哎 这个鸡 我是不是应该把猪鸡牛羊 全部都做完了 才能开始算数啊 我觉得应该是 哎 太坑了 你知道我做55个拼盘有多难吗 哎呀 胳膊拎不够大腿 还能怎样重新做呗 去地心喂鸡 先刷点种子 做鸡刺鸟 然后放上鸡刺鸟 换成酋长夫人 杀 几天鸡夜过去了 我的鸡腿任务还是没有完成 没办法了 我只能使绝招 我拿了12组小鸡蛋 砸吧 全砸在这里 因为我发现鸡刺鸟 根本就没什么用 都吃了100多盘了 根本就没有多几只鸡 也许小鸡蛋会更好 12组小鸡蛋已经砸完了 站在上面看一下 好像也不是很多哎 我又做了100多盘刺鸟 来吃吧 哇小小的 弄黄弄黄的 像一群小黄豆啊 有没有觉得 你看它跟着我滚来滚去的 好可爱呀 好治愈呀 真想抱起来撸一把 我先把企鹅喂了 回来继续玩 其实这些企鹅也好可爱呀 还会飞起来唱歌呢 可是我有100个 烤三万鱼的任务啊 不过我可以在城堡里散养几只 让它们自由自在的生活 不知道又过去了多少天 终于只差100多块生鸡肉了 删完这一波应该就差不多了 好了 任务完成 但是还有一千只实践的任务呢 所以再放点饲料 以后还会来的 然后再看一下三万鱼 有三足多了 一不留神就杀多了 哎呀 罪过 罪过 你看我还杀到一波牛呢 都有四叠多的皮革了 我家里还有五叠多 十个皮革已经够了 都可以去打三弄了 出来之后 把这些肉放进自动熔炼炉 过一段时间 烤牛排 烤羊肉 烤三万鱼什么的 自然而然就完成了 都不用我操心 现在我手里还有些羽毛 那就做一下 一千只实践的任务吧 肯定是不够的 再杀点鱼鸟 结果我把所有的羽毛都用完 还差两百只 哎呀 好郁闷呢 也不做点西瓜汁养鸟鸟 杀一只 至少能得两根羽毛呢 我做了七十多杯西瓜汁 希望够用吧 然后我要在这里挖一个深一点的坑 把鸵鸟就养在这里面 那接下来我就专心挖坑啦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评论收藏加点赞哦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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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